朋友们好,张宇无趣情感演说 我想多年以后人们提到我可能会这样说 曾经记得那位著名的婆媳理论家 婆媳理论家,您听说过吗? 您没有听说过 因为我这两天在谈婆媳理论 我的婆媳理论 今天我要聊的婆媳理论是什么呢? 每一位婆婆都会成为伟大的婆婆 这个听起来多么正能量啊 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标题的话 我说我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 或者所要谈的这个理论 是婆婆如何征服媳妇 您听说,哎呀,这小老头有点坏 他想说什么呀? 哎,实际上我今天谈的还就是婆婆 该如何征服媳妇 所以我希望这个媳妇,做媳妇的 就不要听这档节目了 那我首先从什么开始谈起呢? 我要从这个婆媳大战谈起 婆媳大战的事啊,时有发生 一发生的时候,那吵的是人羊马饭,鸡犬不宁啊 如果婆媳大战仅仅是那么一次两次大战 也倒无所谓 问题是,婆媳大战如果是一场旷日持久 没完没了的大战的话 那么这个家还是个家吗? 在这种情况下,婆婆难受 媳妇难受,都难受 最最难受的那个人是谁呢? 是他们俩之间的那个纽带,那个男人 那这个男人将会陷入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啊? 他会陷入一种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陷入这种困境,这是最难受的了 所以呢,婆媳大战最好不要用 那要想避免婆媳大战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婆婆抓起 我们经常说不是从娃娃抓起吗? 那个是学计算机,学音乐 我们现在讲终止婆媳大战这样的事 发生,预防这样的战争 那就得先从婆婆抓起 婆婆们听了之后会不高兴 凭什么就从我抓起? 为什么不抓媳妇? 我都说了,我这个是密集是宝典 是在教婆婆们如何征服媳妇 要想征服媳妇啊 这个婆婆首先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目标 就是在你将要成为婆婆的时候 你要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婆婆 不同于普通的婆婆 要做这样的一个婆婆 那这样的婆婆我要干嘛呢? 我将来我要收编我的媳妇 让她这个天下归心一样归到我的膝下 最好是让她像女儿一样对待我 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 那这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 按照这种哲学来说 这是这样的 比如说,如果你只想成为一个婆婆 你可能就只能成为一个婆婆 如果你想成为这个媳妇的妈妈 你也完全可能会成为她的妈妈 关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个不是科学的 但是我说在婆媳关系上 这一点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能动性 那这个听起来似乎有可行了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听我来指导 首先,目标树立之后 你得像什么呀? 得像这个诸葛亮 刘备请诸葛亮一样 三顾茅庐 请教一些妙策妙计 诸葛亮不可能有啊 不是有我吗? 张语无趣 我今天就传授了 虽然我不谈这个三分天下 我谈你怎么样来征服你的这个媳妇 那我觉得首先要做到目标树立之后 要让自己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就是我要包容,我要理解 那这包容和理解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第一点,人 比如说,本来这个媳妇跟儿子恋爱 又没有跟你婆婆恋爱 所以你对她也缺乏了解 她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介入了你们的生活 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 你不习惯的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那就是人 那如果人忍不了怎么样 再忍 就是咬着牙关要忍 就是还是忍 要挺过忍这一关 等能够忍耐媳妇了 基本上你这伟大婆婆 在这个进修的道路上 已经修到了第一成功力了 你能忍了 那你说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那接下来就是欣赏啊 怎么突然又变成欣赏了 我不都一直在忍吗 怎么又变成欣赏了 欣赏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忍是笨的人 是愚蠢的人去这样做的 因为忍是很难受的 知道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多难受啊 我欣赏 因为一欣赏就容易 看到就喜欢 所以要学会欣赏 那怎么一个欣赏法呢 我一看到那臭美的样子 我就不喜欢了 他管教我儿子 我不喜欢呢 哎 你要想好咯 他管教你的儿子 有可能处于爱 然后他的臭美 你可能一想 如果我像他这个年岁 我是不是也会这样 臭美呢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之 是实在不同了 我不能理解了 好 学会欣赏 等你学会欣赏之后 你发现 欣赏的感觉 可比忍受的感觉好多了 好 你在伟大婆婆的道路上 跨上了第二个台阶 厉害吧 要继续加油哦 但就在这个时候 你的儿媳妇跟你发飙了 跟你发飙知道吗 一发飙 你觉得是个人 是五个人 还得忍啊 我们都到了欣赏 这个地步了 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忍呢 那这样一说 有的人会说 这个章语无趣 你是不是要让我去 欣赏他的发飙 不是让你欣赏他的发飙 你想 战略上讲 战术上都讲 敌进我退 当媳妇 这个临时性的 特定场合的 特种语境下的敌人 他进宫的时候 自然退 这个退 那退好吗 好啊 你就想 诸葛亮当初 欺勤孟祸是怎么勤的 叫欺勤欺纵 我抓住你 我还把你放了 最后把这个孟祸 这个心就给收下来了 那在媳妇发飙的时候 我们就要像诸葛亮 欺勤孟祸一样 他欺发我们欺人 欺发我们欺人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媳妇 像孟祸一样 给他逮住啊 好了 那你说这可行吗 这非常可行 突然有一天 你觉得自己成长了 哇 我的境界如此之伟大 这些对我都不是事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成长了 而就在这个同时 你会发现 你的媳妇突然好像也变了 变得非常的尊敬你 非常的爱你了 哎 你看 怎么样 高猫 这个时候 你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媳妇 伟大的婆婆了 那这个伟大的婆婆 是对媳妇的胜利啊 其实也是战胜了自我 也是自我的胜利 观念这个伟大的胜利 不仅仅是属于你的 也不仅仅属于你的家庭的 属于所有人的 传到社会上 很多人都会学习你 那这真是太伟大 太富于示范性的胜利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如何征服媳妇 做伟大的婆婆 伟大的婆婆 怎么练出来的 如果你没听明白 再听一遍 今天还特别准备了花 有点不成样子 但它毕竟是花呀 好 就聊到这